偶像韩庚刚刚踏足荧幕就拿到了华顶奖上最具期待演员的称号 对他影视道路上的发展可以算是一个不错的开门红了 在接连奉上几部作品之后 最近的韩庚却频频现身各类活动 他到底打算如何来规划自己的事业新方向呢 韩庚虽然活动当天只在傍晚有半小时的驻镇现场 机影迷却早早来到现场等候一天 周旺盛的人气颇有一线巨星的味道 年轻27岁外加备受追捧 机长原本担心韩庚会在层层的保护之下难以顺利采访 随后就发现他面对媒体十足新人姿态 3213 有高血压的人呢 可以多吃一点香蕉 葡萄还有番茄 这还算是一个新人 对很多的我还是比较生熟 毕竟还是一个新人嘛 在这些方面的经验不是很多 很希望今年啊或者明年能得能拿到一个新人奖 一直提醒我是一个新人 就是不是说是一个很高很大的一个剧情 韩庚早在2005年就以歌手身份出道 这新人一说自然是指他新进的演员身份 今年韩庚出射荧幕就接连奉上 《建党伟业》《大舞声》《第一大总统》三部电影 新蒙势头之下 近期却一直没有新作消息的传出 急着安详 莫非这是水之举只是玩票性质吗 我还有恩没报 可是仇毕竟是仇 早晚要报 现在韩庚是这个身兼歌手和演员的这个说中身份啊 那后面的事业化展会着重哪一方面啊 现在有可能是一半一半 对 因为电影上这一方面呢 演示这一方面我要能碰到好的剧本才会去拍 还是对这个动作戏还比较感兴趣 所以以后呢也会去 在动作戏的一些剧本上我会多考虑一些 目前韩庚正在筹备自己的第二张音乐专辑 为此推掉了韩国电影《开心家族》的配音工作 手中多个剧本邀约也处在歌制的阶段 采访中韩庚多次表示 影视道路不想急遭冒险以量几胜 或许稳扎稳打就是他事业发展的核心所在 没有想过那么多 因为我没有特别大的意志 只是顺其自然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我希望能让自己更多的去学习一些东西 让自己联系一下 让自己成熟一些 那有可能会在表演上面呢 会有一些更多的帮助 所以以后我再去选角色的时候呢 我也会去努力的去把这个角色去演绎好 天空缅瓶 寒庚受捧势头猛 自喜新人显老成 事业有舍方有得 缓战一幕至小生